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开始章课 这节课我们要讲的内容是特征选择与系数学习 可能同学们会问啊,咱们已经学过了特征的降维 然后我们在学特征选择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在开始讲课之前,我们先学习一下就是 特征选择与特征降维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咱们记忆学习,咱们首先是不是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记忆学习的一般步骤 我们记忆学习的一般步骤是 当我们拿到了一堆原始数据之后 拿到了原始数据之后 然后我们首先给它做一个特征的提取,对吧 首先给它进行特征提取,提取完了之后 我们采用记忆学习模型 当然了,同学们可能会说 咱们CNN就不是这么做的 咱们CNN是直接用原始数据就用了 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它也是通过一个感受也去提取特征的 只不过不是咱们手动去提的 所以咱们那个就不讲了 咱们就讲最经典的记忆学习的过程 那咱们就,因为我会扯得相比较远一点 所以咱们就,没关系,还要慢慢扯 我就带着大家去慢慢扯一下咱们这个 记忆学习的过程 好,咱们就先扯一下我们记忆学习的过程 当我们拿到了原始数据之后 这个就是原始数据 然后我们给它进行特征提取 叫feature,feature exaggeration 然后得到了特征 得到了特征之后 我们再用记忆学习模型 给它得到model 这个叫记忆学习 叫motion learning吧 这是我们记忆学习的一般步骤 同学们可能有时候会问 就是有时候用原始 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熟悉体数据集的时候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还用原始的 直接用原始的数据集呢 其实翻译的结果也是不错的 可能有时候同学们会纠结于 什么样的模型能直接用原始数据 而什么样的模型 我必须得给它提特征 其实这不是模型层面去纠结的问题 模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model 它接收x 然后接收y 就是我们的训练样本 然后建一个模型 当我们在输入x的时候 它就该再给我输出一个y 记忆学习的模型 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化的过程 只要我把它硬放进去 那个数据我硬放进去 模型肯定能出来 结果肯定能出来 差别只在于效果的原因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直接如果用原始数据的话 那肯定是最好的 原始数据它是包含了 数据最丰富的信息 你说什么样的特征能有原始数据包含的信息 最丰富呢 它肯定是最丰富的信息 但是用它 它包含的数据最丰富 理论上来说 它建的模型应该是最好的对吧 但是有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点就是 原始数据集 它容易发生过拟合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它的信息太丰富了 它只服从于它当前的这个药美x 我们记忆学习的最终目的是 要建立一个泛化性能强的 一个记忆学习模型 而如果只用原始数据集的话 容易造成泛化能力弱 过拟合 当出现新的样本 xd票的时候 它就不能很好的预测 虽然它在原始数据集 x的涨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预测结果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原始的数据 往往它的规模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直接用它进行基金学习的话 那我们的 直接的时间复杂度 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是原始数据集 不可取的原因之二 所以我们就要进行特征的提取 叫feature extraction feature extraction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如果说得到的特征 就是我们在这一步得到的特征之后 特征有时候我们提的特征 我们就想精品的丰富 把均值方插各种乱七八糟 我们能想到的特征 统计特征 我们全都用上了 那这个时候容易产生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特征 仍然非常多的时候 咱们就说一下 这个地方的问题 我们换一种颜色 如果说我们的特征 仍然较多的话 往往都是较多的 因为我们要为了保证它的丰富性 还是容易会发生过泥河的 仍然是过泥河 叫overfitting它的英文名 叫过泥河的英文名 叫overfitting 然后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有两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就是特征选择 叫特征降维吧 咱们因为先学的特征降维 然后或者是特征选择 那它们两个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先说一下特征降维 特征降维是把一个信息 从一个维度 映入到另一个维度 就是说 我们的原始的特征 可能是 我们刚才原始数据用的x 那特征的话 我们用v去写 原来的v 它在一个空间维度 我们通过一个降维的方式 把它映入到另外的一个空间维度 叫v一表 它们两个表达的空间 可能是不一样的 就拿我们最简单的说 可能我们 这个是在直角坐标系下 表达的一个圆 然后这个可能在极坐标下 表达一个圆 虽然我们都刻画的是同一个圆 但是我们用到的数据 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在直角坐标系下 我们用的是xy对吧 而我们在极坐标下 我们用的是半径 还有它的角度 对吧 这是直角坐标和极坐标 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 咱们举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我们数据有一千维 然后我们给它做一个特征降维 我们首先做了什么呢 我们首先把这一千维的数据 给它映射到另一个维度空间里面 这五比如说五百维 而这五百维中的每一维 它跟原来的一千维 都没有存在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 可能原来的 这后来的这五百维里面 五百维的任意一个维度 都是由原来的这一千维 这是一千维 它们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多对一的 这样的一个映射的复杂关系 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五百维 全部综合去考虑的话 那最终 这个特征之间的映射关系 可能是多对多的 就是我原来的一个特征 映射到我们映射空间里面 可能会映射到多个特征里面 而这原 映射后的一个特征 也是由原来的多个特征 去映射过来的 所以是多对多的一个逻辑关系 但是我们的特征选择的话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原来的数据有一千维 后来的数据有五百维 它们是一对一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我这一个维度 就直接映射到这个地方了 换句话说 换引之就是说 我们映射后的这五百维 在原来的一千维里面 都能够找到一个绝对一样 绝对对应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本来我们的一千维 可能是描述一个西瓜 它的一个西瓜的表皮的颜色呀 它的花纹怎么样 那映射到五百维之后 我们可能选的是表皮 然后把花纹给去掉了 但是这个表皮 就是原来的那个表皮 它们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在特征降维里面 在特征降维里面 这个表皮可能就 表皮这个特征 可能就不再有了 而换到了这个映射空间中 乱七八糟 我们也解释不清楚的 另外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就给出了 特征降维和特征选择的 它们的一个定义 这是定义也呼之欲出了 特征选择它就是说 特征降维它就是说 从一个维度空间 将特征映射到 另一个维度空间 这是两个维度空间 之间的一个映射 两个维度空间 而特征选择呢 它就单纯的提取 到所有的特征 然后从 而从中选择部分特征 作为我们训练的特征 就是单纯 它比较单纯 就提取所有的特征 而从中选择部分 我们认为比较合适的 作为我们的 一个训练的特征 这是特征选择 与特征降维的一个不同 西数学习啊 这是咱们之前 没有了解过 然后我们之后再会讲 我们讲到的时候 我们再去了解西数学习 这是我给大家 做的一个说明 就是我怕大家 了解过的特征降维之后 不知道特征选择 它的一个作用 到底在哪里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是特征 它就是描述物体的一个属性 对吧 用来描述特征的一个属性 描述物体的一个属性 然后我们 我们就是对特征 可以分为两类 然后首先就是一个相关特征 其次是无关特征 它们分别表着什么意思呢 相关特征说的就是 对当前学习任务有用的属性 叫相关特征 也就是说 对我们当前这个任务 有帮助的特征 就拿我们这个西瓜特征为例 我们在当前任务下 西瓜是否是好瓜 这个任务下 这是任务 那我们的有用的特征 就是根地 还有声音 那无用的特征 就是颜色 纹理触感 这个可能是我们强说了 就拿一个学生分类 学生 然后我们分 它是一个 一个 一个好学生 还是一个坏孩子的时候 我们可能说 我们要考虑的是 这个学生的成绩 这个学生 他的 他是不是团结同学啊 他有没有早退啊 迟到啊 这些问题 而无关的特征 可能是 他的身高 体重 这些都是无关的 在当前任务下 这是有用的特征 这是相关特征 这是无关特征 这是我们 在这个任务下 如果我们换一个任务 就是这是对特征分类 特征 它的相关无关性 是相对于学习任务而言的 就拿我们这个学生的例子为例 然后 在学生是好学生 还坏学生呢 这个前提条件下 他的成绩 团结同学 是否迟到早退 这是一个相关特征 而身高体重 这是一个无关特征 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任务 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任务 就是说我们换他的另外的任务 换什么任务呢 换他的学生 他的发育是否正常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他的这些成绩可能就变成了无关特征 他是否团结同学 也是一些比较无关的特征 而他的身高体重 他的心智等方面 将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相关特征 所以特征的相关性和无关性 是相对于学生任务而言的 不能一概而论一棒的打死 然后我们特征选择就是 在给定的特征集合中 选择任务相关特征自己 必须保证不丢失重要的特征 大家看出来了吗 我们首先就有一个选择 选出的过程 所以这是第一步选出 第二个就是我们必须与任务相关 我们所有的不与任务相关的特征选择 都是耍流氓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考虑任务 单单去挑特征 那我们挑的特征可能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为什么进行特征选择 第一个方面就是减轻一个维度灾难 从再少量属性上勾建模型 这是为了减轻维度灾难 叫 Dimension 叫 就是 维度灾难 Dimension Scary 第二个就是降低学习难度 留下关键信息 降低学习难度的话 这个也很有理解 就是如果我们刚才 之前的特征太多了 我们的模型建立起来将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然后学习的任务也比较的艰巨 但我们如果特征比较好 然后特征比较少 那我们学习的难度将会大大的降低 所以在这个西瓜特征里面 我们就从当前的这些特征里面 选择一些比较好的特征 去分类西瓜还是好瓜还是坏瓜 我们特征选择 我们可以给它总结一下 我们可以用的一些一般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的话 那我们就是最朴素最简的那种方法 是不是就是我们便利所有的子集 然后去看一下每一个子集 然后便利完了每一个子集之后 我们对每个子集建立一个模型 然后看一下这个模型 它分类性能的好坏 然后就说从我选择出来 分类性能最好的那个子集 但是这个 这个就是在计算上确实不可行的 因为这样做我们会遭遇 组合爆炸炸的一个问题 特征个数稍多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进行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行的办法 那比较可行的一个办法就是 从产生的候选集中 然后我们选择出一个 我们从所有的集合中选择出一个 候选的一个子集 然后我们评价子集的好坏 然后基于评价结果 产生下一个候选的子集 这样建立一个 评价完的子集之后 我们再去做子集的选择 然后再去评价 再去选择再去评价 建立一个闭环 然后从最终选择出 我们最优的一个子集 所以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 子集的搜索与子集的一个评价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常用的一些子集搜索 与子集评价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 就是子集搜索的过程中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有三种不同的策略吧 这是我们总结的一个三种不同的策略 第一个策略就是前向搜索 然后从最有子集刚开始为空 然后逐渐增加相关的一些特征 那么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刚开始我们的特征是A1 A2 然后一直到AD 那我们如果用前向搜索的话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从 我们就从 这些特征集合中 选出最优的特征 那最优的特征怎么选呢 我们可以只用当前的一个分类器 我们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办法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可以只用这一个特征去建立一个分类器 然后去评价一下当前模型的一个分类精度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 就有了多少个 就有了第一个精度对吧 我们选择精度最大的那个 选出当前最优的一个特征 然后让我们的特征集合 刚开始我们设定我们选择的特征集合为空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第一次操作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最好的那个特征给它加进去 然后把它加到最优子集里面 我们在特征集合里面减小一个特征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当前最优子集是否优于上人的子集 如果优于上人的子集的话 就说明我们再加特征 是没有帮助的了对吧 那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的整个一个任务 但是 如果说比上一次的话要好一点点 有一点点进步 那我们觉得我们仍然有选择和操作的空间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特征集合里面 再筛选一个特征 然后从而在特征集合里面减一个特征 最有子集里面加一个特征 再去筛选一次 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循环 最终到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的一个最有子集 这是前向搜索的过程 那后向搜索的过程就是从完整的特征集合开始 逐步减少特征 那我们前向搜索的时候是特征集合为空 而这个后向搜索是特征集合是一个完备的集合 然后我们是逐步减小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跟这个类似 就是从特征集合中我们要选择一个最差的特征 然后减小它把它去掉 然后下一次再减小一个 这样一直减小一直减小 直到最后再减小一个特征的时候 发现精度下降了 那就说我们不需要再减小了 这就是我们后向搜索的过程 那双向搜索的过程怎么办呢 它就是把我们的前向搜索与后向搜索结合起来 然后每一轮我们在足够增加一个特征的同时 也足够减小一个特征 那怎么做呢 就是从特征集合中 我们就选出一个最优的特征 然后把它加入到我们最优子集里面 但同时我们也选出一个最差的特征 把它从我们的特征子集里面给删除出去 所以一次就减少了两个特征 这是一个结合的一个折中的一个策略 这是我们的子集搜索的过程 那子集评价应该如何评价呢 子集评价是这么评价的 就是说我们先说一下问题吧 就是先说一下 我们先不说子集评价 我们先说这个子集搜索 它存在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样的一个子集搜索过程 大家看出来了吗 是不是基于一个贪心的策略 基于贪心的策略的话 那它又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个局部最优的问题 我们很多优化算法 基于贪心策略也都是存在局部最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局部最优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说 他就说的是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 如果单选一个特征的时候 最优的特征是A1 然后之后因为A1最优 所以我们陆续加了A3 A4 最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特征集 这个就是我们局部最优的一个特征 但是往往是我们不加A1 得到了A2 A4 A7 A8 这个组合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这个才是一个最优的特征 但是因为A1是单个考虑特征的时候最优的那个特征 我们加入了A1 就没有办法加A2 A9 这些特征了 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可能是次优 或者次次优的一个特征 所以往往得不到最优解 这是我们基于贪心策略 去考虑最优特征的时候 存在的一个问题 如果进行穷举的话 是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 但是穷举的话 它的一个时间复杂度太高了 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的 咱们再看一下特征子级评价 子级评价就是特征子级A 确定了一个对数据级的一个划分是吧 我们特征子级A 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所有的数据级 是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特征子级 是不是就是确定了一个对数据级的一个划分 如果说咱们用子级不容易考虑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属性去考虑 就拿那个学生的为例 学生为例 我们想分出一个学生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 当然我们不能只考虑成绩的一个方面 我们如果说只看成绩 这一个属性的话 那我们说80分以上和80分以下 还有60 就是60分以下 60分到80分 以及80分到100分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对我们所有的空间 做了一个最初的划分 对吧 这是60分 这是80分 这是80分到100分的 这样的话就对子级做了一个划分 但是我们的整个分类任务 是不是也是对子级进行一个划分 对吧 整个的分类任务可能是这样的 去划分了一个子级 也是对子级进行的一个划分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比较每个划分 我们子级评价的时候 我们的一种思路就是看一下 这通过这个子级对我们的数据基金划分 和通过我们的这个label 对整个数据基金划分的话 它们两个的差异到底有多大 这是我们对子级评价的 可以进行评价的一个方面 就是首先就是我们有两个划分 对吧 大家看一下 红线一个划分 绿线一个划分 那红线对应的划分 就是说我们子级A 它每个划分区域对应了特种子级A的 每种某种取值 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划分 就是我们基于我们的一个 基于我们的一个子级对它进行的划分 划分成了第一 第二 然后第三 一直到第V 这样的一个子级 然后通过样本标记 对于数据基金也能进行一个真实的划分 通过估算这两个 这不是有了两个划分吗 对吧 我们可以估算这两个划分的差异 就能对子级进行评价 你样本标记对应的划分差异越小 则说明当前特定子级越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思绪 就是说红线的地方 但是我们如何去评价这个划分 它的一个好坏呢 我们想到了信息商 对吧 我们信息商是什么呢 信息商描述的是数据的一个混乱程度 对吧 说描述数据的一个混乱程度 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 说如果说对于一堆数据来说 它的一个商越大的话 那就说明它是越混乱了 对吧 商越大 越混乱 商是一个物理的概念 就越乱 咱们几个简单的例子 说有一个样本 它是一个二分类的一样本 说我们如果有一百个样本 一百个样本如果全是零类 或者全是一类 它们全在同一类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商 它是多少呢 这是我们商的计算公式 对吧 商的计算公式 那零类如果全是零类 那零占的这一类占的比例就是百分之一 而一这一类占的比例就是百分之零 那我们这样去计算的话 最终得到的商是不是就是 就是负一乘以log一对吧 这是概率 就是这个PK 然后再减去 这个一类它是零乘以log零 那这样算出来是不是零啊 此时它的商就是最小的是零 同样的道理 如果全是一类的话 也是算出来是零 但是如果说我们整个数据集 它一百个样本 它有五十个是一类 有五十个是零类 那这个是零点五 这个零点五 就是它的概率对吧 那所以最后计算出来的商 就是零点五 或者说是二分之一 log以二为底二分之一 再减去一个二分之一 log以二为底二分之一 那最后这样算出的数据是多少呢 是log二对吧 这是log二 这是零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吗 如果我们说数据集很纯净的话 那它的商是最小的 是零 如果数据集在这个时候混乱的话 那它的商就增大了 就变成了二 所以说 我这是给大家回录一下商的概念 商就是描述数据的一个混乱程度 那 它描述数据的一个混乱程度 那说 如果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数据集它的一个商是 是数据商是 比如说这样的话 是一 是这个值的话 那我们 当我们新加入一个属性的时候 新加入的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对数据集 是不是进行了一个划分 对吧 第一第二 第二 这样一个划分 那在当前的这个划分的条件下 它的商是多大 我们是不是就考虑 每一个子集 划分出来每个子集 它里面的商对吧 考虑它里面的每一个子集的商 是不是有V的子集 对吧 那我们就考虑V次 每一个子集 它因为大小不同 所以我们给它稍微加一个权重 那每一个子集的商 是不是就是低V对吧 低V 那这样算出来的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一个信息增益 信息增益 这是就是降低我们数据的一个混乱程度 我们一次划分能降低一点 一次划分能降低一点 那我们划分不同的子集 我们是不是只需要比较一下 它们对于信息增益的一个降低就可以了 降低的越多 那就说明 就是信息增益的它的大小 信息增益越大 那就说明这个子集 对数据变得越来越纯净 是有帮助的 那就说明这个子集是比较好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信息增益 去衡量一个子集的一个优恋 特征选择就是 我们就是要对特征子集 它的搜索机制 与子集评价机制相结合 咱们刚才讲过了子集的一个搜索 也讲过了子集的评价 搜索就是前向后向以及双向 然后评价的话就是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基于信息增进行评价 那我们需要看一下两种选择方法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特征选择的方法 那我们基于刚才的特征选择 子集的搜索与子集的评价两种机制 我们就可以得到三种不同的特征选择的方法 分别是过滤式包裹式和嵌入式 我们就看一下三种方法 它们的一个差异和它们的一个不同 三种选择方法就是 最初提出来的 就是过滤式算法肯定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它是最初提出来的一种特征选择的方法 然后之后就是进一步优化 提出来的包裹式的方法 然后最后有了一个嵌入式的方法 它们是时间选择是这样的 先有过滤式 再有包裹式 再有嵌入式 咱们看一下过滤式特征选择 它的一个定义 先对数据集进行一个特征选择 然后再训练学习期 特征选择过程与后续学习期无关 对吧 然后咱们刚才讲过了 所有不提学习任务 所有学习任务不相关的一个特征选择方法 都是耍人王 对吧 所以咱们的特征选择都要与学习任务相结合起来 才是一个完整的特征的一个选择的过程 过滤式的就是先对数据集进行特征选择 然后再进行学习 特征选择过程与后续的学习期无关 我们思路就是先用特征选择过程 过滤原始数据 再用过滤后的特征来训练模型 咱们看一下它具体是如何做的 Relief就是 是一个著名的一个过滤式特征选择方法 它是在 它是Coreal和Reddy在1992年吧 92年 可能咱们同样中大多数人 很多人出生的年纪好大的 然后90后的一个年纪 然后它提出了一个方法 然后最初局限于两类数据集的一个分类问题 后来它们有一个改计叫Relief-F 然后能够处理多类问题了 Relief算法是一种特征权重的一个 就是一种特征权重算法 叫Facial Waiting Algorithms 根据各个特征和类别的相关性 赋予特征不同的权重 权重小于某个预制的特征 我们将没移除 那我们刚才既然提到的特征权重 那我们到底是如何去度量这个特征权重呢 就是Relief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Relief算法中特征和类别的相关性 是基于特征对近平样本的一个区别近平去看的 这是它的一个策略 那它基于这个策略 去计算我们的特征权重的 就是相关统计量 那这个相关性统计量具体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过程 Relief方法是一种著名的过滤式特征权重的方法 Relief算法 从训练级B中先随机选择一个样本X 随机选择一个样本X之后 从X同类的样本中寻找最近的样本 称为猜中精灵 从和XI不同类的样本中寻找最近的样本 称为猜错样类 所以我们就有两个精灵 分别是猜中精灵和猜错精灵 如果说这个是我们XI的话 那我们就找到一个最近的XG和它同一类 找到一个最近的XL和它不同类 这是两个不同的类比 这个就是不同类的 这个就是同类的 然后根据以下规则 更新每个特征的权重 如果XI和猜中精灵 在某个特征上的距离小于XI的猜错精灵的距离 那说明该特征对于区分同类和不同类的最近灵 是有益的对吧 那我们就增加该特征的一个权重 反之如果XI和猜中精灵 在某个特征上的距离大于XI和猜错精灵的距离的话 那说明这个特征对于区分同类和不同类的最近灵 我们没有起到一个正面的作用 没有起到有益的作用 反而起到一个负面的作用 那则降低该特征的一个权重 我们就再重复以上的过程M次 最后得到各个特征的一个平均权重 最后特征的一个权重越大 表示该特征的非的能力越强 反之表示该特征的非的能力越弱 然后我们就设置一个预值 根据我们这个特征的权重 然后去删显出有益的特征还是无益的特征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在讲它的时间复杂度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它到底是如何去形式化的 我们在那个周志华老师的西瓜书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对每一个特征进行评价的一个公式 我写一下 这个就是对于每一个特征 第这个特征 第这个特征 也就是说第这个属性 第这个属性 那这个i就是我们筛显出的这个xr样本 多个xr样本对吧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个累加 然后dif dif什么呢 就是说xi在当前属性下 它的一个值 以及xi在它的这个叫 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这个叫 这个叫near hate 就是猜中命中的一个禁令 在这个属性上的一个值 它们两个是不是有一个差异对吧 然后接着我们再defer一下 然后接着我们再defer一下 xr这个样本在这属性上的一个特征值 和xi在near nice就是猜错了 它这个属性上的一个值 然后我们是不是只需要去比较它们两个之间的差异对吧 如果说它们两个之间算出来是一个正值的话 对吧 正值的话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属性 它对于分类是有益的对吧 因为这个属性在猜中禁令 它的一个距离是小于它与猜错禁令的一个距离的 这就是这个公式 如果说最后计算出来的这个 它是大于0的话 那就说明它是一个有益的一个特征 那我们就对这个特征它的值加正数 如果说小0的话 那就说明是有害的 那我们其负面作用我就对它的一个权重 给它加复制 但是有另一个方法 它的一个存在的问题就是 它的时间开销随着采样次数 以及原始特征 原始数据特征是成一个性性增长的 运行效率 它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是一个存在的一个 一个线性的一个关系 然后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有另一个方法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是一个应用于二分类的一个 一个分类的方法 那我们如果说想处理多分类问题 那我们就对于六方法在九四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改进 它是处理多类别问题 用于处理目标属性为连续值的一个回归问题 刚才我忘记讲了 就是其实我们的六方法 它也是能够处理连续值和离散值的 是离散值还是连续值 就取决于我们 我们这个定义 如果说这个是离散 离散属性的话 那我们这个defel就定义成 如果x这两个 两者相同的话 那它的值就是零 否则的话 两者的值就是正一或者是负一这样的 如果说 它们是离散值的话 那我们就用它们的绝对值平均 就可以了 绝对值 绝对值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ReliveF它的一个 在处理多分类的问题的时候 它如何做的 我们每次从训练样品中 随机取一个样品xr 从和xr同样的样品中 找出一个xr的一个猜中禁令 然后从xr的不同的样品中 找出k.1个猜错禁令 就是说我们对它的每一个类里面 这个不是有k费类问题对吧 然后我们从k个类里面 每一个类里面找一个 那最后就找到了k-1个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还可以定衡量它的一个权重 衡量权重的话 公式也与我们刚才是类似的 就是还是一个defel 然后x在这个 这属性的一个去值 以及它到底是命中了 还是没有命中 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值 这是我们命中的时候 它的一个计算 在没有命中的时候 就是l不等于k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这样 首先给它加一个权重 这个权重我们就不用管它 我们只需要管核心的过程就可以了 是没有命中了 然后之后我们再去更新 我们的一个群重 这是我们在relieff上的一个计算的过程 其实relief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计算这个核心过程 只不过加了一个权重 而且它有多个类 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个c个码 然后我们看一下relieff 在一个医学数据分析上的一个实例 然后我们选用的数据是 威斯康星州 五线癌数据的一个数据集 来源 数据来源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的临床 病例报告 每条数据有九个属性 这九个属性分别是 就是这分别是这九个 快后度细胞大小均匀值 细胞形态均匀值 边缘粘负力 单个皮细胞尺寸 裸合 然后blend 染色质 正常合人 以及合分裂 这是我们属性的名称 以及它们的曲折范围 都是一到十 然后特别那个编号 编号到一到九 然后我们数据的处理思路就是 先用relieff特征 提取算法 计算各个属性的一个全值 剔除相关最小的属性 然后采用k密子算法 对剩下的一个属性进行区类分析 同学们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 relief它就是真的就是 我们的特征 它的一个选择 我们特征的选择 与我们的这个模型的勾线 它们是一个分离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选择完了特征之后 对于特征 我们用什么分离去算法 其实没有限制它 我们可以用k密子 可以用k 可以用randomforens的 也可以用svm 对我们最终的分类任务 都是没有影响的 我们采用reliefF算法 来计算各个特征的权重 权重小于某个预值的特征 将被移除 然后 这对乳腺癌的实际情况 我们将对权重最小的 两到三种性移除 然后将于relief算法 然后我们运行了20次 得到了各个特征属性的 一个权重的一个奇数图 这是它的九个特征 它的一个权重趋势图 为什么要运行20次呢 因为我们从relief中 也看得到了 对吧 我们每次是随机选择 一个样位 所以它里面是包含 有随机性的 既然包含有随机性 那我们就需要 对三把星多次运行 然后剃除掉 剃量剃除到它的一个随机性 这是对于九个特征 它的一个特征的权重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对权重做一个均值 看得出来 比如说第一个属性 它的一个均值就是0.2237 第二个属性是0.1494 第一个属性更好一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 大约是第六个属性 它的一个值是大约是最大的 是0.2408 然后之后我们对于这九个属性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排序 根据排序结果 我们可以知道九个属性分别是 属性六的时候 它的一个权重最大 其次是属性一 属性八 属性三 属性二 属性四 属性七 属性五 属性九 那我们是不是 我们就选定一个权重意志 我们设为0.02 然后那么属性九 四五 这最后的几个将 将被剃除了 我这个地方说我排错了 对吧 一 二 没有排错 这预纸写错了 这个把最后的这五个都给去掉 这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例子 然后从上面的特征权重 可以看出 属性六 裸和大小是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说明乳腺癌患者的特征 最先表现在裸和大小上 所以通过特征选择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哪一些特征 它是更重要的 通过这个分析 我们就知道 裸和大小是最重要的一个 对于乳腺癌是否患病的一个影响因素 将直接导致裸和大小的一个变化 其次是属性一和属性八 最后几个属性权重 大小就比较接近了 所以起决定性作用的 也就是618 我们看一下裸和的 它的一个权重的一个变化 我们如果说 把20次实验的时候 只考虑裸和的话 那它的一个权重 是呈现一个这样的一个 震荡的一个趋势 属性一的话 是呈现这样的一个震荡趋势 但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有震荡 但是它每一次结果都是蛮好的 比如说这个冷和大小 它的一个重要性始终在0.21之上 而这个属性一 快厚度 它的重要性始终在0.18之上 所以说跨厚度属性的特征权重 在0.19和0.25左右变动 也是权重极高的一个 说明特征属性在乳腺癌 患者检测指标中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 进一步分析可以显示 在单独对属性6 属性1进行剧类分析 其成功就可以达到91.8% 也就是说后面几个属性 可能重要性就不是那么强 有时候不但没有作用 有时候反而起到了一个负面的 一个阻碍的一个作用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 一个过滤式的一个 特征选择的一个过程 就是过滤式特征选择的过程 过滤特征选择的过程 就比较简的 同学们看看这个就可以 我觉得大家看一遍 应该是都能懂的 因为确实是蛮简单的 然后就是猜中禁令和猜错禁令 然后我们如果去计算的话 就是形式化就这样去计算 计算出来一个数值 然后就直接比较各个数值的大小 然后为了改进relief 然后我们还提出了relieff 因为来处理多分类的一个问题 当然relieff 它也可以处理是离散值的一个情况 都可以处理 就取决于我们 怎么样就取决于 连预值和离散值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定义 不同的得付函数值啊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支持的 好 这就是包 过滤式特征选择的过程 过滤式特征选择 刚才我们讲过了 它是一个特征选择 与我们的建模 学习任务室分开的一个过程 先进行特征选择 然后再进行建模 然后包裹式的一个 特征选择过程 它就是直接把最终将要使用的学习器的性能 作为特征选择的一个评价指标 评价准则 这是我们包裹式的一个特征选择 所以这个的话 它的一个特征选择与模型建立 它们就更加紧密了 对吧 我们过滤式的时候 先选择 然后再建模 大家看 我们这个特征选择与建模 它们是完全是隔离开的 它们 就是说 我们选择的特征虽然很好 但有时候对我们当前的任务 可能不负责 对我们当前的任务无关 那也是不好用的 所以这是过滤式特征选择的一个劣势所在 那包裹式特征选择的话 它就能够用我们最终的一个 模型的一个评价指标 去衡量我们的 去指导我们的特征选择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 相对于过滤式特征选择的一个改进 也是它的一个优势所在 那包裹式特征选择的目的 就是为给定学习器选择最有力气性能 量身定做的一个特征字极 看出来了吧 最有力气性能量身定做的特征字极 包裹式选择方法 直接针对给定学习器进行优化 因此从最终学习器性能来看 包裹式特征选择 比过滤式特征选择要更好 这是肯定的 包裹式特征选择 过程需要多次训练学习器 计算开销 通常比过滤式特征选择 比较大得多 咱们刚才说过了 过滤式特征选择 它是随着我们样本 迭代的次数 以及我们的特征数 是线性增加的 它的一个时间 效率是蛮高的 但是包裹式特征选择 就要牺牲一点点它的效率 因为它要多次去建立模型 建模的这个过程 一般是蛮耗时的 Las Vegas Rapper 是一个典型的包裹式特征选择的方法 这个Las Vegas 就是Las Vegas 就是没错 就是美国的那个Las Vegas 那个跟那个名字一样的 Las Vegas 著名的赌场所在地 赌场的话 就是像我们KTV上 唱的话 远离黄 远离赌 远离黄祖 我就是之前 因为我平常每睡的时候 喜欢听一些 带你们去讲一些东西 听什么官府都督 听什么小说 我记得 官府都督的时候 也就讲过 他说 一个人一辈子 要远离两样东西 一个是 一个就是赌 因为赌的话 是一个很上瘾的东西 他让我们抱着一个脚 的心理 去面对这个世界纵响 我会 一夜暴富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赌 就像我们那个 说最近陈帆雨 然后就 雨泉组合的那个人 他因为涉毒 但是我也听他说 还有说 冰毒就是 他好像吸的是冰毒吧 然后冰毒 他复吸率 就是说吸了冰毒的人 他再次去吸冰毒的 一个概率是蛮高的 接近百分百 几乎所有人都会 再次去吸毒 所以是很难解决的 一个问题 所以远离赌 远离赌 咱们也扯远了 就是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 著名的赌城所在地 然后 赌场我不太了解 好像是欧洲还有一个 欧洲摩纳哥 是不是还有一个 摩纳卡罗赌场 都是基于 概率里面的名词 还有我们的 奥米赌场 扯远了 咱们不扯其他东西 咱们正式课程的时候 咱们就 正好把你来讲内容 拉斯维加斯方法 LVW 就是拉斯维加斯方法 框架下使用 随机策略来进行 自己搜索的一种方法 它并以最终 分类器的误差 作为特征 自己的一个评价准则 咱们看一下 拉斯维加斯 就是拉斯维加斯 它的一个基本的步骤 它是在循环的每一步 随机产生一个特征词级 从随机产生的特征词级上 通过交叉验证 推断当前特征词级的一个误差 然后我们进行多次循环 在多个随机产生的特征词级中 选择误差最小的特征词级 作为最终的一个最终解 其实我们这个LVW 它是一定不负责的 因为它这个特征紧急 是完全没有招法 然后就随机产生出来的 也是有存在不合理之处 但是无论如何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 一大进步吧 至少我们把特征紧急的一个筛选 与我们最终的任务是联系起来了 然后LVW采用随机策略搜索特征词级 而每次特征词级的评价 都需要训练学习器 它的开销非常非常的大 这是LVW它的一个劣势 如果说我们的特征数非常多 而我们的T设计率非常大的话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特征数目非常多 而我们的T就是说 我们随机的这个迭代的一个轮数 又非常大的时候 那我们此时一个时间复杂度 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是LVW它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时间复杂度相当的大 这是包裹式特征选择方法 咱们刚才讲过了 还有另外一种特征选择方法 就是嵌入式特征选择方法 咱们先说一下 过滤式和包裹式特征选择方法 它两者之间的一个不同 就是特征选择过程 与学习器的训练过程 它们是明显的差别的 因为过滤式就是严格分开的 而包裹式它们就两者结合在一起的 咱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种特征选择方法 叫嵌入式将特征选择过程 与学习器训练过程融为一体 两者在同一个优化过程中完成 在学习器训练过程中 自动地进行特征选择 这是我们嵌入式的一个特征选择过程 它首先也是特征选择 与学习器的过程是结合的 但是它们的结合相对于包裹式来说 是更加紧密的 它们是融为一体的 两者在同一个优化过程中完成 在学习器训练过程中 自动地进行特征选择 那我们看一下 它是如何去做的 如何去实现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考虑最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 以平方或差为损失 并引入R2范数 正则画像 预防过拟合 那我们的线性模型的话 这是我们线性模型的最终的回归值 对吧 这是我们的 根据我们W去拟合出来的一个值 W转质乘以XI 就是我们拟合出来的值 这是我们真实的值 我们计算出两者的一个平方误差 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 加上我们的一个正的画像 对吧 这是一个正的画像 这是我们采用的是R2范数 如果采用R2范数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很专业的名字 叫领回归 叫Rage Regression 这是领回归 如果说将R2范数 听换为R1范数 就是Law 叫这个读Liso Liso Liso 叫Liso回归 Liso回归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E范数了 L2范数 与R1范数 均有助于降低过你核风险 但是L1范数 疑惑的习书解 GW会有更少的非零分量 是一种 签入特征选择的方法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 比较说L2范数 是不好的哈 没有L1范数好 我们的内心中央的天性 切向于L1范数 但是并不是说L2范数 就不如L1范数好哈 在很多的任务下 比如说我们C学习里面 这个L1范数 它是远远优于L1范数的 只是在当前的一个 切入特征选择的时候 我们说L1范数 它可能是更好的 因为它可以得到一个 更为稀疏的一个解 具体怎么去比较 L1范数和R2范数 它们的一个优劣 咱们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什么上面 大家直接去 百度上去搜索一下 L2范数 以L1范数 比较 然后网上会给你出来一堆东西 然后最最经典的这个解释 就是说这样 就是说 我这简单介绍一下 同学们想了解 就自己去网上摆读 比如说 如果说有两个属性 L1和L2的话 然后 然后我们对L2范数 它的一个 划出一个等值线 然后我们对L1范数 然后再划出一个 划出一个等值线 这是两次之间的等值线 然后我们就说 L1范数 它是更倾向于去 得到稀疏的 就是稀疏的解的 而L2范数 它的一个优势所在 就是它的解 可能是每一个都不至于太 每一个都不至于太大 然后不稀疏 这是L2范数 它的一个特点 咱们又扯远了 这个地方 比较L1 L2范数 自己就刻下去 去查一下 去百度一下 就能出来 L1正责化问题的求解 也可以使用 尽端梯度下降的一个算法 所谓尽端梯度下降 它就是一个 一个求梯度去 去约束求解的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强势的 就说来话长 说来话太长了 我这样 我在这个地方讲 就会把同学们给砸晕 所以咱们这个地方 就选择性的不想 也是为了勾建同学们的 一个完备的一个真实体系 省得就是 同学们听了太多了 今天接触了太多的新概念 然后就 就完全晕了 就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 处理这些内容了 所以哈 我们这个 对于它具体的一个求解过程 就是说这个 Lenso回归 Lenso回归 它的一个 去约求解过程 我们就 这个地方我们略过不想 因为同学们要记住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 进入式特征选择的过程 就是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要最小化W 这既是我们的一个优化的过程 也是我们特征选择的一个过程 那 这个 这个的话 我们在建立模型的同时 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特征给选出来 因为 这个 Lenso 它回归 Lenso回归 它更倾向于 得到一个 灵解 对吧 得到一个吸收解 那么 最终 我们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 比如说这个西瓜的例子 我们回过来看西瓜 在这个西瓜例子上 我们把这五个属性全都放进去了 全都放进去 然后我们 拟合出一个WX 然后比较和YI之间的一个区别 然后二番数 再加上我们的一个 L1番数 那 它因为倾向于选择零几 它对这些无关特征 可能最后算出来 这个W1就是零 W2就是零 W3也是零 但是 我们的这个 这个根地 W4和W5 它们就不是零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 是不是很明显就选择出来了 这个颜色 纹理 触感 它们就是无用的特征 我们就直接把它给排除掉了 对吧 那就是我们最后一种特征选择的方法 就是陷入是特征选择的一个过程 特征选择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常用的一个特征选择的方法 就是说 也是与我们的分类期任务相结合的一个特征选择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决策数 决策数 决策数 那进行特征选择的时候 它在构建的过程中 决策数构建的过程中 是不是就 比如说原始根节点上 我们就在所有的特征里面 我们筛显出一个信息增益最大的一个特征 然后从而划分去左右指数 左右指数在划分的时候 然后在左指数上 我们又根据我们的信息增益策选择出信息增益最大的一个特征 划分进一步划分 接着是右指数也做同样的划分 所以大家看得出来了吗 决策数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个特征选择的一个过程 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选的一个过程在里面的 这是决策数的一个过程 它也可以被归纳到一个嵌入数的一个特征选择的过程中 除了决策数之外 其他的一些积极学习方法 他们都是也是有特征选择的 只不过不如决策数咱们这种方法 这么的直白 这么的明显而已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过的三种一个嵌入特征选择的方法 这种嵌入特征选择 它其实时间复杂度也是蛮高的 就是一般好的 它都时间复杂度都比较高 好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回过头来我们再讲西术表示与字典学习 谢谢大家 先休息一下